好 继续来看到 财政法人生命启蒙教育创新基金会一行人 办理会花莲县政府捐赠了花莲安置儿少百双的球鞋 那么县长徐正位除了感谢社会各界的暖心 持远花莲 也借此机会来行销花莲 正后花莲依旧很美好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探索美不胜收的花莲 县长徐正位表示 0403地震之后来自民间的温暖不断涌入花莲 对花莲重建工作给予挤在力量 强症虽然重创太乳格 但是花莲依然有许多美景是没有受到影响了 推动观光相关产业以及指出特色 花莲依旧美好 欢迎全国向一起来造访美丽的花莲 用行动来挺花莲观光 花莲县里面的内需市场 是不足以去承载它的供应市场 因为原来的观光产业全部都是观光进来 然后无论是十亿游构型都在花莲县本县里面 所以这些餐厅或者是一些小型的伴手领 这些都会受到观光的联动 所以即便是我们现在的屠宰业也是影响相当深 以前可能是一天要300只的现在 现在的部分剩下一半 所以这个就是市场的供需的部分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在观光的部分 大家能够进来到花莲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花莲依旧安好 除了泰鲁康之外 必须让它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 但是花莲县所有的其他的景点都少了 都是安全的 希望大家能够来 所以现在是一个旅游性性的重建的部分 因为现在从4月3号到4月23号到余震 这样子透过很多的媒体 或者是很多的管道不断在放送的时候 有时候外线是觉得花莲可以变重 花莲可以变重 所以我们有一些朋友像来到这里的 像董事长来 很多人会说你要去花莲 你还敢去花莲 会有一个问号 其实花莲依旧很好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透过来到花莲 跟大家说我在花莲我很好 我这里还是很美丽 就透过大家不断的跟世界或跟全国的相亲 这个说明 花莲依旧美丽的 让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 经济会成员 花莲在地企业 旭月钢铁总经理吴俊良表示 零四零三地震天下当中 在同一片土地上的花莲人 没有可以置身之外 大家可以热爱花莲的心 不缺席秉持着企业经营 取自己社会 用自己社会的信念 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让爱允许 记得终于花莲不道